好的主播,在这支影片中可以看到普里格金身穿迷彩服 在一辆正在行驶的车内对着镜头讲话 谈到有人在猜他已经死亡 这段之前从未有人看过的影片 是由瓦格纳关系密切的Telegram频道Greyzone所发布的 虽然普里格金在上个月23号因为搭乘的飞机坠毁身亡 克里姆林宫事后经过遗体DNA检验后也证实普里格金的死讯 而且上个月29号他的亲属举办私人葬礼 将他低调下葬在圣彼得堡附近 但由于Greyzone在昨天8月31号释出这段日期不祥的影片 引发各界猜测他可能还活着 不过有俄罗斯独立新闻网站分析 普里格金在这段影片中身穿的迷彩服 跟他在8月21号曝光影片中身穿的是同一套 当时普里格金自称在非洲 网站推算昨天曝光的影片可能是在19到20号之间拍摄的 至于为何现在才释出呢 还有待调查Greyzone的动机 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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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